哈囉大家好我是止峰 又到了我們MLB週報時間 因此也要帶大家來回顧一下 上週的賽況與聯盟和球員的狀況更新資訊 一樣的也會帶大家回顧一下 REME球員、亞洲球員和百大球員的表現 另外也知道大家透過數據寥寥的球隊 是本季兩支祭出非常被看好的球隊 但球技至今都有點不如預期 甚至走的跌跌撞撞 太空人和教室 本季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那在影片改之前 如果你還沒看過先前的系列影片 趕快點擊右上角觀看 正在觀看的你 也要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棒球資訊 和球員故事喔 一樣的先讓我們從上週的賽況回顧開始 首先5月20到5月23 羊肌最近先發輪流爆發 被抓到說手上物質過年的問題 那因為過往有裁判就會要求說 投手吸收在上場的處理方式 而不是直接驅逐出場 所以其實我覺得處理方式 並不會說太過分 而藍鳥教練團搞烏龍 這個我就覺得很離譜了喔 你連自己喊過暫停都不記得 就是沒把心放在比賽上 還是黃神去了 總之我是真的覺得 犯這樣的錯誤非常的不可取 是應該要好好檢討一下 再來5月24到5月26 這三天的比賽中 先恭喜本季回顧不少 可完成生涯2000次的戰陣 另外藍鳥血洗光芒這件事 除了引起轟動 更讓人看到藍鳥打線 其實有無限的爆發力 只是穩定度不夠 是比較需要擔憂的地方 而上週最佳球員獎 則是由陽極的Aaron Judge 和紅雀的諾倫公們拿下 那前者基本上不用多說 去年血記錄的權力打王 本身的爆發力 還有conte能力 都是很頂尖的水準 現在整個狀況熱起來了 狂紅爛摘一波 就是很正常 而且很合理的行為 也是陽極最倚重的打線要腳 後者身為二年級生 開季陷入小低潮 但打擊狀況慢慢升溫之後 整體的急救品質 打擊爆發力等等 都更勝去年 也讓他帳面成績成長了不少 基本上打破去年的表現是沒有問題 值得期待今年角出更頂尖的表現 再來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 目前各分區的戰績 美聯的部分美東 持續集體站在美中上面 套居城牆大說的 真的是美中不足啊 而美希則是持續 游擊兵穩居分區第一的位置 國連的部分勇士再次稍微拉開 和分區其他幾隊的勝差 那樣只有人也慢慢拉開與海盜的差距 至於傷兵不少的到齊 則是能人在分區第一的往位 非常的厲害 而香味手勢緊吹在後 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本週 從數據層面了 和大家聊聊的球隊狀況 和未來走向的球隊 也就是太空人和教室 首先看到美聯的太空人 本集太空人戰績沒有太亮眼 主要問題就出在打擊 開機之音整條打線都沒有發揮出該有的水準 除了大克和Avarice 表現不錯以外 其他幾位主力打線 大概只有頂替二雷的 第五本表現不錯而已 在打擊間接數據的部分 更是徹底顯現出太空人問題在哪裡 整隊打擊仰角 擊球出處都是偏低的 也就讓Barrell和Hight 這種最容易知道安打和長打的數據 並不是太漂亮 自然很難繳出很好的帳面成績 尤其幾位打者還過度追打壞球 是較為讓人擔憂的地方 甚至在打者違反投手計時機規則上 也是聯盟數一數二的多 投手的部分就是為什麼太空人 還能擊倒戰局分區前三的關鍵 就要來自於投手可以大大壓制對手的得分能力 輪值打破在好久的主力受傷缺陣下 都能有人試試頂替上來 也完全展現出太空人輪值的深度 加上牛棚本來就是聯盟頂尖的水準 自然不會差到哪裡去 在進階數據的部分 大致上投手都能順利壓制對手的打擊 不過把戴斯和Barrell被打出Hight的比率稍微偏高一點點 是需要注意觀察的地方 雖然不太會被對手打出好的仰角 不過大量強勁擊球急久了 也是可能會出現一場爆的情況 木田整隊的問題是出在打擊 或許可以期待 RTuber和Brandley歸隊之後 會有機會幫助球隊打線再提升一點 至於投手應該是不需要太擔心 這個衛冥軍的投手夠強 深度也注意應付 後視看長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而國連的部分看到是目前在國連西區非常掙扎的教室 和太空的問題很像是 教室打線也陷入不小的麻煩中 不過差別在於教室的球員選球能力能夠維持得不錯 進階數據的部分很有趣的是 教室其實整隊的打擊羊角沒有太大問題 擊球強度也沒有太差 選球上也不會過度追打壞球 但從好球袋內的揮棒率來看 也是非常的低 其實教室的打線是不是有點太過保守了 沒有積極的在出棒 仔細看個人成績會發現 荒手頭的打擊品質維持得很不錯 但因為開機有先入一些低潮 導致目前個人成績並不是太亮眼 可是其他主力打者群如果在扣掉塔TIS 彷彿沒有吃飽一樣 大部分打者都沒有打出該有的打擊強度 和個人過往相比真的是退步了不少 這點是真的比較奇怪的現象 需要繼續觀察他們到底是出了什麼事情 至少就我所知 球衣不是藍色的 應該不會缺高蛋白才對呀 投手部分從照面成績一看 欸教室的投手群問題並不大 整體的表現也算是中前段班 尤其是牛棚更是最大的優勢區 進階數據的部分 BABAIP偏低加上殘壘率偏高 但是因為教室的投手群被打Barrell 和Hot Hits並不算多 所以是一個合理前 應該不會因為運氣過好的狀況 那也就是說 其實教室的投手並不需要太擔心 和太空人量主要問題還是出在打者群 不過現在Marchado缺陣之後呢 雖然他本期狀況也不理想 但仍然是不可以忽視他過往 其實有不差的打擊勢力在 老實說除了他整個打線 其他傷兵應該有沒有歸隊影響並不大 問題是在於說為什麼現在主力打者群力量禁食 如果持續觀察下去 那讓維持這樣的狀況 恐怕本季教室會非常的無妙 接著讓我們看到旅美球員的部分 首先張玉成原本準備進行復健賽 但是因為打擊練習後手又出現不適 因此球隊暫緩他的復健賽 林家正因為正是被球隊擺入發展名單中 是真的需要加油好好調整一下打擊了 陳勝平本週後面幾場打擊 也慢慢調整回來了 其中還有打出一發自身的一轟 李浩因為上週的手被衝撞 導致受傷所以後面進入了傷兵名單中 也希望他可以趕快康復歸隊了 那正中者的狀況 依舊火燙 除了單場猛打上的表現 更是連續場次的暗打 不過最近連續場次吞了不少的山陣 倒是需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投手部分呢 鄧凱衛這件控球狀況 怎麼又開始荒槍周版啦 本週先發就 接連的投出出身球很保守 把自己搞到滿雷沒有人出局的維希 最後年投到4.2局實在是不容易喔 只能說他的控球如果又跑掉 大概未來的路會越來越難走 劉志榮本週依舊夠水準 5.1局只被敲出一隻安打11分 但我一直提到控球問題 倆就是劉志榮先階段最大的灶門 如果沒辦法解決這個控球問題 那往上到了3A甚至大聯盟 恐怕只能當牛棚偷手 是挺可惜的 所以怎麼降低保送問題 非常的關鍵 陳柏玉本週五場先發 被打4隻安打11分 6次的山陣1次的保送 不過又挨了一轟 挨轟問題倆偏高倆還沒有改善 是真的比較讓人擔心喔 在蓮玉明本週5.2局被打5隻安打12分 4次的山陣1次的保送 表現中規中矩 剩下投手群中 潘國輝本週中繼兩場 一場三局被打3隻安打12分 另外一場 2.2局被打1隻安打沒有10分 但控球上比較跑掉一點 可能需要再調整一下狀況 其他幾位目前的藍三位正式開季 在兩位台藝達者表現 Cobin Carroll本週的狀況回文不少 也有開轟的演出 在速度方面也持續發揮自己的優勢 單週四次到雷以外 還有靠著腳程硬直跑出來的倉大 Feltra本週又陷入不小麻 反正整週沒有擠出幾隻安打 也是真的不太行 好消息是這兩邊看起來有稍微 欸?好像有點熱起來 亞洲球員的部分 打者部分大鼓槍兵就是 打擊持續穩定的發揮 而且本週有兩轟的演出喔 今天正上這個禮拜就是穩穩的貢獻 沒有太突出的表現 但是 也沒有太差的成績 金河城本週連續六場比賽有安打 而且有開轟的成績 是真的有在滿滿升溫的跡象 再來裴之環本週的狀況大升溫 除了一度連五場有安打 而且還有一次猛打上演出 也讓他本階的成績拉升不少 那林木城也本週維持不錯的打擊手感 幾乎常常有安打的演出 投手部分大鼓槍瓶六局只被打兩次安打11分 並且終於終止了連續場次挨轟的紀錄 打筆秀又有本週六局被打六次安打13分 優質先發欠而晃大本週只投了五局 就因為保送過多 加上被打六次安打失掉三分 至於騰浪劍太郎本週上場兩局 一次出身球一次保送 並且被打兩次安打13分 狀況依舊是不太理想 橘子雄心本週先發五局 被打八次安打狂失五分 並且挨了兩發拳一打 本季的愛紅狀況有點嚴重 在球員消息的部分 每連本週只有白瓦有新的傷兵出現 國連部分本週傷兵也不算太多 但是教室損失的主力搭轟 酿酒人和稻妻失去的主力輪職 都不是太好的消息 尤其是稻妻先發深度已經快被燒光了 而本週其實就有消息的部分 除了酿酒人因為傷兵名單的關係 那簽下一位輪職先發點替以外 中職的老朋友狂威在帶稻妻DFA之後 就被廢成人撿走 而且馬上登板投出五局 只是一分的好投 最後看到百搭新秀目前的表現 Handerson表現有逐漸升溫的跡象 最近幾場打擊有慢慢在提升 而且有開轟的表現 Iris最近上場 慢慢場數有變少許多 但是只要上場都有打出好成績 尤其最近四次上場有三場開轟 並且都有安打 看來是慢慢適應大聯盟了 那接下來這四位 Volpi最近的急救品質越來越好 而且讓他的成績有維持住 並且隨之有可能往上衝 加上最近開轟數也不少 是真的值得注意他什麼時候要爆發了 Carsus就真的很迷 整個禮拜只有兩隻安打會輸 還吞下七次的三陣子真的成不忍睹 狀況原本以為有好轉一點點 馬上急轉直下 完全跟不到大聯盟的球 自然也很難創造什麼好表現 Betty 本週前面幾場打得不錯 後面雖然沒有安打 但無所影響他本週的好成績 Tova 則是終於慢慢進入狀況 本週角出的連續場次有安打的好表現 再來就要測量調整速度很快 一下要調整回來 目前連續八上比賽有安打 而且本週又有三發全力打 狀況再次火熱起來 真的是本季新人王有力的角逐人選 Vargas 最近慢慢開始有打出長打 是很不錯的跡象 接著Natu就是狀況一直很不錯 本週有八隻安打 只有一場比賽沒有喬安打 並且有開轟的演出 再來Wimmer本週只有兩隻安打 但其中一隻是拳內打 Burleson 就是很慘喔 只有三隻安打 Otis 再次回到大聯盟 我們無場比賽敲出五隻安打好表現 Jurion 從未 大聯盟的無場比賽只敲出兩隻安打 但是其中一隻是昨天的拳內打 最後這三位百大後段的打者 Muken上來一個多禮拜 目前整體打擊表現不錯 最近更有連續兩場開荒的演出 第二次本週只有打五打輸 並沒有敲出任何安打 自己選命的就有明顯忍下來 本週只有三隻短程安打 接著看到百大投手部分 Rodriguez 本週五局只失兩分 並且送出六隻三陣 算是不錯的成績 Burles 本週第三次先發 4.1局就丟了4分 保守稍微偏高 Brenley 四局就被打了九隻安打 14分 雖然送出七隻三陣 但是表現並不算及格 Bron 本週六局被打五隻安打 12分 1分則失 並且送出九次三陣 表現依舊是值得太空人以來的先發 再來Waterchuck 在狀況持續低迷下 運動在久前讓他進牛棚挑戰 但是表現依舊是不太理想 到期開箱的Miller 5局只被敲4隻安打 11分 表現不差 向萬神的Far 本週五點1局13分 沒有哀鴻 只算是及格的而已 至於Bibi則是六局被打了7隻安打 但10分控制在指是2分 最後還是控球失準 Stone 再次因為到期輪子確認的時候 情況下這次上來 可是你4局就送出50保送 同時5分 表現上真正是不是很讓 讓到期安心 而隨手Miller又一隻腳出了 優子先發 6局沒有10分 初登板自盡無償 都是優子先發的好身手 最後Liberatore又被紅雀擺進牛棚 不過1局就丟了2分 主要還是保雙和出身球 給自己帶來太大的麻煩 以上就是本週的MLB幫球週報 這次聊到的太空讓和教室主要問題都是出在打擊 但前者我覺得應該是還沒有徹底樂開 後面也許在傷兵歸對家的打線熱起來之後 依舊會是可怕的球隊 不過教室這個打擊力量變弱的問題 就真的要觀察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目前來看是比較不妙 那不知道你們的想法有沒有一樣呢 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要記得訂閱 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我最新影片喔 我是指風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